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宇宙中的 两天使造负变星 这一类的天体 它们的亮度会有规律性的变化 因为是有周光关系的存在 所以科学家们会利用这样的关系 来试算出它的绝对星等 就能够利用仪器来测得它的视星等 再借由绝对星等跟视星等 还有距离之间的关系 来换算得到这一类天体 离我们多远 宇宙中有无数个星系 在天空中闪烁着 根据天文学家的估算 宇宙中约有2000亿个到2兆个星系 不过如果想知道 这些星系距离我们多遥远 利用各个星系中的一种天体 造负变星就能计算出来 因为造负变星 它是一种 它的光度会随时间变化 那这个变化是有周期性的 那我们借由观测我们发现 它的周期和它有多亮 这两个是有相关性的 如果知道它光度变化的周期 我们可以推算出 它本身本来有多亮 那这件事情可以借由帮助我们量到它的距离 你在一个星团或者是在一个星系里面 当你发现有一颗造负变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测量得到它本身的光变周期 那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有一个周光关系的存在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绝对星等 好那绝对星等我们得到了 那其光面中其知道 我们也可以利用仪器测得它的视星等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绝对星等跟视星等 还有距离之间的关系 来换算然后得到它离我们有多远 而在我们银河系中 RS Puppies是最大最亮的造负变星 位于船尾座 它距离我们约6500光年 平均亮度是太阳的15000倍 它被尘埃包围 所以当RS Puppies变亮 会向尘埃散发出较亮光芒 再被灰尘反射产生反射光 这就是它周围有美丽银色光环的原因 它本身的重力跟向外的压力会不平衡 那当重力大于向外的压力的时候 这时候整个星体就会往内收缩 当向外的压力大于向内的重力的时候 它整个就会膨胀 那在这样膨胀收缩 膨胀收缩之间会使得 它的光的亮度会改变 当它膨胀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会比较亮 收缩的时候看到就会比较暗 所以它会有一个规律性 那我们从这个规律性 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光变周期有多少 造腹变形这类的天体 亮度会有规律性变化 以I.S.Purpose来说 它的光变周期大约6周 那它光变的周期呢 是41.5天 那这个天数其实在造腹变形里面 也算是周期 光变周期很长的一颗 监控天体的光度变化 那你就会 你就会可以看到说 它每六星期就会变得比较亮 然后慢慢变暗 慢慢变暗 然后慢慢变亮 然后这个六星期 是说我量到它两次最亮的 那个时间的间隔是六星期 不只拥望远近观测到 它亮度的周期变化 现在科学家还把造腹变形 它的亮度转化成声音 让无法看到它的人 也能听得到 把光给声音化 通常就是比如说 比较亮的区域 它的声音音量就会比较大 比较暗的区域音量就会比较小 那像以这幅来讲的话呢 它在这个影像的顶部 就是比较上面上方的地方 它是属于音调比较高的 那越下面音调会越低 宇宙可听觉话 提供另一种体验宇宙惊奇的方式 也能揭示数据在原始的形式 被忽略的细节 让大家对造腹变形 有更深的了解